大家好,我是黑洞谷歌 欢迎观看我的塞尔达传说 王国之类的游戏视频解说 我们的这个视频会是一个长期更新的系列 将会是以一个普通玩家正常游玩的方式 逐步地向大家展示这款游戏的魅力 并且会分享一点我个人的游戏心得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关注和收藏我们的视频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故事是接着前作 打败灾厄加农之后 海拉鲁也逐渐恢复了生机 人们开始着手进行重建工作 其中还组建了针对曾经被加农占领的 海拉鲁王城的探险调查队 不过随着调查深入 发现城堡有个通往深处的秘密通道 比较深的劲 在地面前提供的 我们将来尽量 在地面上 我们将来尽量 nuclear尽量 不过随着 我和你呢 我相信 自己也能弄得很大 我都能解釋一下 我都能解釋一下 那我和你 就算很容易 但 我都能解釋 你怎么能解釋 还好 再说 可能 随着对洞穴的深入 林克的大师剑也起了反应 前作中这把有自我修复能力的大师剑 只有在附近有加农气息的时候才会有反应 并且在发光的时候威力会翻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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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深入 林克和塞尔达发现了很多人为造物 并且还有一些是刻有文字的石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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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这是上古时代的天空王国佐纳乌文明留下的 但是天空的文明为什么会出现在地下 给我也拍拍 看来这个雕像应该就是佐纳乌人啊 周围有很多跟他们海拉鲁人的样貌完全不一样 啊 这里有三只蝙蝠不过不足为惧啊 我们可以用 驱灵斩 一次全部搞定 啊 啊 你们俩是吗 我还好吗 リンク 啊 哇 啊 这壁壁 在古文章的古文章中 从今从古代的古文章中 人和魔王互相选择的世界 有一个大战争 可能是否这些传说了 前面的ゾナウ族和… 这就是我们的俄似的俄似的 像是在天上的地下降到 我的祖先是 天由降臨世子 神的一族 是生成的 要相信 如果能相信這瓶瓶的話 以天而降臨世一族和酥辣族 那一族和大地的海里亞人交往 在於是為了一國的起訴 是… 是為了一國 但是在這裡 邪惡的一種人發生 克力的大王 能力奪 全て古文書の内容と一致している そして魔王が誕生し それを打倒する戦いが起こった ここに描かれている人物 これが魔王と呼ばれたものだとするならば すごい やはりこれは古文書に記されていた大戦争 封印戦争の全容が描かれた壁画 リンク これは大発見です これはフルアが作ってくれたのですが 持ってきておいてよかった こういうものを記録するのにとても役立ちます この先は埋もれていて見られませんね ここは一体何なのか 答えはこの先にあるように思います 今は先に進みましょう この壁画は過去の封印战争 対抗魔王の歴史 不过後面还看似有二幅画 被石頭挡住了 我们目前没有办法破坏这些石头 只能继续先往前走了 往前走 胀气愈发的浓烈 而且气氛也越来越阴森了 这些东西是 stories of 呆 就不就不就 ミク 那是大魔剣 我正気的刃是有利的刃 是 ゼルタ 大魔の剣を持つ者 リンク ラウルの言う希望 是這個程度 怎麼會 我們名字 我們請便可以 強盛 順利 証明 全禁 him 那沒錯 第十級 你… 你… 啊… 可… 啊 感觉应该是塞尔达公主和林克 无意间把封印的魔王给释放出来了 然后引发了天地异变 不会又要等个一百年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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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是有疑惑, 林区殿 我聽到奇伝的故事, ゼルダ殿 我聽到你了 我被責死的重傷 但我被困住了 我被困住了 我被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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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一個完全初始的狀態 不像遊戲開頭的靈克是滿血滿疾 拿著大獅劍穿著滿疾的裝備 不過因為剛才瘴氣的侵蝕 大獅劍現在幾乎是徹底損毀了 雖然有著自我修復的能力 但是這種程度的損毀 應該也無力回天了吧 雖然健身大部分都腐朽了 但是破壞一下這種乾樹根還是可以的 這裡還有機械齒輪 看起來很有科技感的樣子 這上面有一個手掌的印記 似乎和我們 新獲得的這個手臂 喔 起動了 喔 起動了 看來可以從這裡出去 從這個平台跳下 下面的水池會把我們接住 不至於受傷 不過這種高度的話 即使沒有水 也不會受傷的 像這種高台呢 是默認可以進行攀爬 不過攀爬的時候會消耗體力 快速攀爬的話 會大幅的消耗體力 這個位置就要高一些了 不過依然有水池接著 再繼續往前走 就是一個非常高的跳台了 但是同樣是因為有水池的關係 再高的高度落入水中 都不會受到傷害 不過還是要注意不要落入 會有落腳的 有落腳點的潜水區 這裡有一個箱子 殘舊的鞋子 雖然防禦力只有一點 但是聊勝於無 遊戲中我們受到的傷害 是非常簡單的一個加減法 由敵人的攻擊力 減去我們自身的防禦力 剩下的這個數值 就是能對我們造成的傷害 每一點傷害 會消耗我們左上角的心 四分之一的心 這裡看起來非常的高啊 看起來我們現在是在 海拉魯大陸的上空 非常非常的高 嗯 非常好 有了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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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的 这里其实离我们跳下的地方还是有一点点距离的 在这段过场演出的时候 其实它自动往前飞了一点 有的朋友可能会比较想知道 如果说是直接落在了这个荷叶上 会不会摔死呢 其实是不会的 会有一个像钢铁侠着陆的一个动作 但是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我们捡起旁边的木棍 作为我们的最初级的武器 耐久很低 伤害也很低 但是也比我们现在手中的这把破损的大尸剑 在攻击敌人的时候要好用 这个天空蘑菇作为我们早期的回血手段 武器是有耐久的 使用按照次数来计算耐久 比如说我们现在拿的这个木棍 用它攻击敌人的话 能攻几下可以数一数 一二三四 只能打四下 并且是在武器破损的时候 伤害会翻倍 而投掷出去的武器 伤害也会有额外的翻倍 但是消耗的耐久会更高 不过可以在武器即将破损的时候 再丢出去 绝对都是划算的 伤害会非常高 打掉了刚才的机器人之后 我们捡到了一些材料 现在我们还没有什么可以用到的地方 不过周围的东西我们能拿起来的尽量都拿上 像刚才这个木棍又是一个耐久要高一点 可以当做武器的东西 伤害也会更高 如果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的话 就沿着道路走吧 往往都是正确的方向 并且沿途都会有很多好东西 这里又有一个机器人 我会有很多东西 这个普尔亚平板就是之前塞尔达公主手中拿着 外观很像任天堂Switch 而前作当中的话就特别像WinU的平板 不过上面的标记还是西卡科技的标记 就是前作当中的西卡文明 普尔亚平板还有观看地图 记录文档还有拍照的功能 还有望远镜的功能 让我们前往普尔亚平板上面标记的地点 那个地点就是那边的石之神殿 管家魔像给我们介绍 说是很久以前国王祭祀用的地方 不过现在这里就已经没有人了 启动这里的机关 看来是可以打开什么 开启了前往对面的通路啊 看来见到这种机关的话都去触碰一下 应该都会发现什么东西 再往前走的这个平台呢 右边有一个小亭子 然后呢看到这里有这个树 爬上树的话可以捡到这些苹果 或者把树砍倒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像刚才这样使用后空翻跳 这里告诉我们让我们小心冰队魔像 是严守这里的魔像 因为有攻击性 所以让我们不要对他们手下留情 同时呢也教我们了锁定的操作 这个按住ZL键 然后有一个可锁定的目标的时候呢 我们移动和观察的话就会锁定这个目标 就像现在这样 附近的这些瓶瓶挂挂呢 建议只要看到的话就都把它们破坏一下 一般来说里面都会有一些补给物 比如说像这样的苹果 有的时候会是弓箭 前座里面弓箭还是比较稀缺的 但是这一座里面 只要你这个比较勤快的去砸罐子啊 砸箱子啊 可以获得大量的弓箭 远处那里有一条龙 我们使用普尔亚平板 按下右摇杆 就可以开启望远镜功能 并且可以进行远处标点 远处标点之后呢 除了可以用望远镜 直接看到的话 也可以在地图上看到它的位置 同时你可以把它替换成其他的标识 我们从这里跳下去 同样是有水啊 水里面有一些青蛙啊 还有一些鱼 这些呢都是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 烹刃炼药 还有就是装备升级的素材 不过现在还用不到啊 而且我们现在也没有好的抓捕手段 我们还是沿着道路走 然后呢沿途顺便捡捡周围的东西啊 难免会遇到刚才的这个冰队魔像 像刚才这个耐久它有三下耐久 所以我们有四下耐久 所以我们打开三下 然后再丢出去 就可以对它造成大量的伤害 如果出现武器即将损坏 这样的提示的时候呢 就代表这个武器 接下来最多还能用三下 投掷攻击是双倍伤害 然后武器破损又会是双倍 所以说投掷的时候破损的话 就会是四倍的伤害 这个游戏的伤害倍率是陈法叠加的啊 所以说只要它的耐久不够了 你丢出去啊 一定伤害都是赚的 我们继续沿着道路走啊 前面的话又有两个冰队魔像 我们可以从旁边绕开 利用高处的这个大石头 把它推下去 会根据这个物体的重量 还有它的速度来决定碰撞时的伤害 往往是这个物体的重量越重 造成的伤害越高 在敌人没有察觉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使用偷袭的方式 不过偷袭的话比较困难啊 行动的这个声音发出的声响还是很大的 需要我们有一些技巧 或者说是一些特殊的装备 或者说是道具的辅助 会不容易被发现 当然也可以用这种绕的方式 不过蹲姿其实 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声响 站姿慢走其实是最好的 刚才这个魔像 它进行了一个摇头晃脑的这个动作啊 这个摇头晃脑的动作 其实是用它头部的这个刀刃来进行攻击 伤害还是挺高的 像现在的这个魔像呢 它拿的这个长枪伤害是2 所以呢在打到我们有一点防御力的时候呢 对我们造成的伤害一加一减 就是只有一点 而空手状态下的话 这个伤害就也是很低 所以在它的武器被夺走的时候 像刚才这样攻击 我们也只要了四分之一格 四分之一格的这个星星 游戏往后的话会有一些手段 来打掉敌人的武器 然后呢如果我们把这些武器夺走 敌人空手的话 对我们的威胁会大幅的降低 是一个早期可以用到的技巧 打败这些冰队魔像 记得要把它们的材料减上啊 以后都是会有帮助的 我们材料以后用的会比较多 日积月累吧 哦 这里有一个管家模像啊 他会给我们介绍 对食物的一种烹饪方式 就是将食物直接放在火堆上 然后他会烤熟 烤熟的食物呢 会使得它的补血量提升50% 比如说像刚才我们的这个天空蘑菇 可以恢复半格血 如果说是烤过之后呢 就会恢复四分之三格 增加50% 而苹果呢 本身是可以恢复这个四分之三格血的话 烤过之后呢 就是四手五入 可以回一格血 就直接这样放在火上烤 然后过一会儿它们会烧起来 烧一会儿以后 就变成烤熟的状态了 我们可以把现在我们手里面 已经获得的这些食材呢 都给它烤了 这样就等于我们初步制作了一些 可以回血的道具 好 我们按照之前的提示继续往前走 前往这个食之神殿 这个食之神殿是目前最高的建筑了啊 非常的显眼啊 我们也可以根据地图上指示的这个光标点来前往 接下来的话上面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难对付的敌人啊 他会拿着盾牌 我们的一般的武器呢 不好将他这个击穿盾牌 但是呢可以利用武器投掷破损的时候强大的冲击力 将他的手上的武器像这样打掉 这样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他就不再有这个伤害上的威胁了 而相反我们拿上这个盾牌之后呢 也有抵挡敌人攻击的效果 这个盾牌抵挡 盾牌本身也是有耐久的 而这个耐久消耗的计算就跟我们血量受到血量伤害的计算方式一样 敌人的伤害一加一减 然后呢再扣除盾牌武器这些的耐久 刚才是在敌人攻击的一瞬间向着正确的方向进行跳跃闪避 就可以触发大家俗称的灵克时间 就是灵克集中注意力一瞬千击 这扉是力量的方向进行跳 我不能 失礼 驚かせてしまったようだ 先ほど話をした者 その右腕の元の持ち主 ラウルです 訳あって 私にはもはや実態はなく このような姿で失礼する さて この扉は私の右手で開くはずなのだが どうやら力が失われているようだ 聖なる光の満ちた空間なら その手に力を取り戻すことができるはずだが そうだ この島にある祠を回ってみてはどうだろう きっと 力を取り戻せるはずだ いいね いいね それではまた この動画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出現在の trêsトンと